現在很多消息都說 現在烏軍已經開始在期間 他現在各國的坦克都進來了 坦克期間要進行一個坦克大決戰 但是為什麼現在還沒動 就看這畫面 原來烏克蘭現在雖然 雖然慢慢過去了 兵容了 但是他現在滿地還是泥林 我現在要等到這個土地乾硬之後 真的會有一個大規模的攻擊嗎 對 很多人都不了解 為什麼他們一直不進攻 其實我們看這畫面 就可以了解一二 現在真的是整個爛泥巴都還沒 還是爛泥巴 還是爛泥巴 現在其實鄉都已經慢慢在看 可是你看這爛泥巴左邊那是什麼 是一個翻覆的貨車 他整個陷進去 對啊 他陷進去以後 就直接就是放棄 就沒有辦法用了 所以現在這種爛泥巴 就是我們講的叫泥漿軍 在烏克蘭是真的讓 不管是俄羅斯軍隊 還是烏克蘭軍隊 都寸步難行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烏克蘭能做些什麼 盡可能的去讓俄羅斯的彈藥 消耗掉 我們給大家看下個畫面 下個畫面就是 烏克蘭國土防衛部發布 128基輔TDF營隊的 空中偵察部隊去幹嘛 去炸俄羅斯的彈藥庫 炸後勤設備了 對 這個彈藥庫其實已經是散裝了 就是說它已經沒有完全集中 可是你看這種遜 而且這看起來是露天耶 對 露天 它其實是散裝在類似那種樹林下面 已經沒有讓大家可以一鍋踹了 可是問題是你看 被偵察發現後 你看直接丟一顆炸彈之後 一個又一個就接連引爆了 甚至在晚上的時候 這些無人機也發動攻擊 比如我們看這個晚上狀況 丟這個手榴彈 然後到別人的壕溝裡面 那甚至在這個時候 因為不能去做所謂的 這個大規模的運兵 遠程火炮的軍隊打擊 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烏克蘭的海軍陸戰隊就在白天跟黑夜 都去用遠程火炮軍隊 在二樓室進行打擊 這是白天打擊的畫面 另外我們再給大家看 下面晚上打擊的畫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種打擊畫面 是不亨日夜 遠程攻擊 所以也是解釋 為什麼烏克蘭一天要打 6000多發彈藥的原因 對不對 這就是因為它正在無時無刻 都這種遠程火炮打擊 另外他們在做一件事 叫做聶伯河爭奪戰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畫面是一個遠程火炮 那遠程火炮打之後是往哪裡打 往聶伯河 這是聶伯河 對 聶伯河河畔的俄羅斯軍隊去打 炸到俄羅斯軍隊 非常精準 炸到之後 那是個建築物 對 你炸過之後 這個東西俄羅斯會撤退 對不對 撤退後才可以在火炮的掩護下 像讓烏克蘭的軍隊 過聶伯河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聶伯河東岸的爭奪戰 還有過去我們給大家看下一個畫面 俄羅斯挖了非常非常多豪鉤 現在他們已經進了豪鉤生死戰 右邊是烏克蘭軍隊 左邊是俄羅斯軍隊 你看喔 俄羅斯軍隊你知道他在手忙腳亂什麼嗎 他沒有子彈的 所以就被烏克蘭士兵壓上去 在這洞 沒有子彈子彈這樣子 對 沒有子彈 在那個洞坑裡面近距離射殺 這是非常非常慘 我們再放一次 因為這裡面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右邊烏克蘭 左邊是俄羅斯士兵手忙腳亂 左下角還有一個人 這個人已經死掉了 所以豪鉤裡面只剩那個人 你看 這個戰爭打到車是多麼的血腥 跟多麼的近距離漏薄 甚至呢 好 俄羅斯大兵也想要進攻 我們給大家看下一個畫面 俄羅斯有三輛俄羅斯的裝甲車 跟一輛坦克車 往烏克蘭去衝 往烏克蘭衝 為什麼烏克蘭現在這麼安全 你看每一台車子 還沒衝到烏克蘭的豪鉤 先被遠程火炮解決掉 而且這些都是快速移動的部隊 你看快速移動部隊 還是可以這樣精準打擊 就變成是說 兩邊在精準打擊的戰爭中 差多少 那現在的烏克蘭 已經大量使用美智的榴彈炮了 用得非常非常順 所以就有人去問說 你美智的榴彈炮跟俄羅斯的榴彈炮 用的要差在哪裡 他說一個很準的 那個使用的方式很輕鬆 沒有那麼多步驟 那現在俄羅斯的 你說準確度高很多了 高很多 那俄羅斯現在打到這個彈進圓決 對不對 可是現在竟然出現一個 慘絕輪環的事情 怎麼樣 有些時報特別爆了他統計 俄羅斯裡面招募的士兵 不是很多從囚犯裡面來嗎 這個囚犯竟然有20%的 有HIV陽性 是艾滋病的 那這些人被懷疑 他說俄羅斯的監獄裡面 是完全沒有藥的 你願意上戰場的話 你就有機會有藥 所以現在變成說 連拿這個東西就去跟他們 換他們去上戰場 這是非常非常慘絕人寰的事情 而且現在連這個生化戰都出來 不知道是運氣不好 還是又是烏克蘭 生化戰 對 而烏克蘭東南部 梅利托波爾 有一個俄羅斯的士兵一隊 他們挖豪溝 挖豪溝的時候 挖到一群死牛 就死牛裡面有碳群病 整隊俄羅斯的人都得到碳群病 直接死掉 所以這東西當然有可能是不小心的 可是我更懷疑 這是生化戰 碳群熱也用在前線 去讓俄羅斯人上攻 所以現在打到這個時候 什麼怪招都有 就是要把戰爭結束掉 好 董事長 你說這兩天 除了引習越跑到了美國 然後今天還講 引用背舞 背舞夫的一個名言 為我們接顧弱金湯的友誼乾杯 這個已經講到了非常極限了 但另外一個關鍵 習近平打電話給哲羅斯基 這也就代表 惡物戰爭有大變化了 對 因為習近平已經拖了一個多月 他從跟普丁見面回來之後到北京 在理論上 他不是說是和平使者嗎 他也提出了十二項和平方案嘛 他講兩邊應該就是倭旋 應該要溝通等等 但大家雖然都不看好 但起碼這有一個方面 一個大國提出和平 這兩個號召嘛 結果居然回到北京之後一個多月沒消息了 那你在搞什麼 百分之拉偏價了 那這兩天突然間開始打電話了 打電話之後呢 當然 責任司機是非常歡迎這個電話了 同時也對他這整個內容 也表示這個也表示肯定啊 但這個味道在哪裡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在推動和平呢 當然很明顯不是嘛 我們現在看起來整個 如果中國不提供軍火 不提供兵工的力量進去的話 我很難看到說他今天這個俄羅斯有這種 改變情勢的 顛倒戰場 顛倒戰果的這種情勢的可能性 因為他已經無以為繼了 看起來無以為繼了嘛 因為你的坦克車你的數量 你的炮火 你的炮彈 等等的供應通通不足嘛 所以他直接耗在這裡了 所以目前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 因為看起來來講的話 這個主動權已經回到了北約的手上了 那我認為這裡面還有一個環節 為什麼今天德國也好 包括印度 印度跟美國的這些 整個全世界發生那麼多的大事情 我覺得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如果要打贏 要打贏這個克里米亞的戰爭 或是說在烏蘭的勝利的話 有一個關鍵問題 就是如何能夠截斷 就是今天中國解放軍 可以提供給俄羅斯的無線電跟衛星的協助 對 北斗衛星不可以還用了 我認為北斗衛星已經給他用了 我認為已經給他用了 因為按照過去 因為你知道全世界哪個國家幾顆衛星 大家都會統計嘛 對 因為從目前來講的話 從俄羅斯 從蘇聯解體之後 就沒有發射過新的間諜衛星 換言之講 它目前整個總數量 我曾經提過 只有五顆間諜衛星 而且是蘇聯時代的 對 它的解析度 解析度非常差 對 它沒有辦法做戰場管理的 可以做 但是很模糊 譬如說 如果說以美國的GPS來看的話 可能會能夠看到地面上 一公尺範圍之內的這個影像 對 它可能要拍到的是十公尺的 這十公尺跟一公尺差很多 要打一個人就是不一樣 因為它可以做斬首行動用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應該北斗衛星已經提供協助給他了 為什麼德國做那麼大的動作 因為德國現在壓力最大 德國跟你搞這個玩意 它內部會有問題 因為德國是聯邦制 它本身是一個 它這個是多黨政治 它有很多不同意見的 它有很多壓力會從後面一直來 所以他們很擔心說這場戰爭 拖下去的話對德國不利 所以我認為德國這個動作 出這種北斗 那去巴斯福跟默克 跟默克兩個公司去做封鎖這個事情 很大很大的事情 因為這個直接傷害德國的經濟 傷害本身經濟很嚴重 會做出那麼大的決定 一定是他們極高層 北約的高層 美德做出很重大決定 那換言之講 為什麼做重大決定 因為他們要在戰場上做重大決定 換言之講 如果我個人的假設 完全我個人想像 如果能夠徹底把中國解放軍 給予俄羅斯軍隊的協助 徹底結斷的話 那這個決定性的戰爭的勝利 就可惜 就清楚了 就有期待性 所以我覺得這兩天 這兩天一直在看 我們在看過兩天 包括北朝鮮為什麼沒有動作 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在觀察一週到兩週 可能會有新的資料 或新的情報出來 讓我們能夠做更多的分析 好 會是 過去我們講斬首 中國要斬首台灣 俄羅斯要斬首烏克蘭 可是現在這個斬首 居然是烏克蘭要斬首普丁 因為就在莫斯科附近 出現了很多的無人機 這個無人機擺明的 就衝著普丁來的 而且普丁現在傳出來說 他有一個遺物者 跟他長得一模一樣的 他有一個完全一模一樣的辦公室 他等於說 狡兔好幾窟 對 而且其實你會發現 普丁大概從2017年開始 就已經為自己未來可能 面臨一道被斬首的計畫布局了 那現在最新的情況是這樣子 烏克蘭接獲到一個情報 說普丁可能要到一個 盧涅佛工業區這邊進行相關的考察 消息出來之後 好像就有在附近發現到一個叫 UJ22的無人機 但是它是呈現一個 墜毀的一個狀況 後來就有人就說 事實上這是烏克蘭所計畫的 它有一個無人機上面 竟然還攜帶了17公斤的 一個C4的塑膠炸藥 而距離它墜毀的地方 距離普丁外傳說 他要預訂造訪的一個地方 只有19公里 所以事實上如果那個無人機 再厲害一點 再飛久一點的話 很有可能這次惡物大戰 就劃下去了 因為普丁被炸死了 所以普丁去這個盧涅佛工業區 在旁邊出現了一個烏克蘭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這個無人機 可是我們不知道說在19公里外 居然普丁出現在這個工業區 很明顯的 他是衝著普丁來的 然後現在有烏克蘭的消息人士出來說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他意思是說 好啦 這個無人機是我們弄的 因為我們的情報人員 在上個禮拜接獲一個訊息 普丁要訪問 盧德捏斯的工業區的訊息 因此我們的神風趕死隊的 無人機就起飛了 然後飛越了俄羅斯聯邦 所有的防空系統 但是最後還是任務失敗 墜毀在離工業區不遠的地方 但你要知道普丁 因為他早就已經預料到 他有一天遲早會被人家這樣盯上 所以事實上普丁從2017年開始 他就在做一個什麼東西 他就在做一個特製的裝甲列車 他據說現在所有的普丁到外面視察 都是做他們特別的特製的裝甲列車 來進行一個考察活動 這怎麼在外觀上看 你說他現在學金小胖了 學這個北韓的金氏王朝了 我不敢坐飛機了 我一定說做這種專列來行動 對 而且你知道他外表看起來 跟一般的普通的載客列車沒有不一樣 但是因為他的整個車體 都是裝甲的一個關係 所以他非常重 重到怎麼樣呢 他車頭必須要有三台引擎來拉 車尾還有一台引擎 整台列車才能出動 但是我剛剛覺得很快 導播看 這是後面的車廂 可是前面有沒有一個 兩個 三個車頭 對 三個車頭 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他非常重 所以原本一般的車子的車軌 大概只有四軌 他這個弄到六軌 然後雖然他還是跟一般的火車 用同樣的軌道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相關的設計 可以讓他的六軸的 應該說六軸的這種火車 還是可以做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任何的其他的商用的火車遇到他 當然就是要浪路而已 普丁列車要通行 當然是有優先權 那所以現在他們就說 普丁因為安全的考量 全部都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裝甲列車 然後左邊的是什麼呢 左邊就是有莫斯科 還有每日郵報啊 就發現就說他們在裡面 去採訪他的時候 他就是真的就坐在 這個裝甲列車裡面受訪 然後這個裝甲列車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本身內部有特殊的一個通訊天線 讓他可以非常安全 而且不被監聽的情況之下 最重要是不會斷訊 然後整輛這個列車 預估他的一個造價是高達10億的一個蘆布 相當於新台幣是4億多元 那他呢除此之外 你知道這很厲害喔 他還把 因為這個你知道 他這個等於是他的專屬的列車火車 專屬火車他平常要出去 總要停吧 停在哪裡 他也包括一個獨立的一個停車格 跟他的相關地方 還有秘密火車站 對秘密火車站 距離他的總統關頂呢 其實不遠喔 好像只有400公尺 這個完全完全不起眼的 你覺得根本不是一個車站的 就是普丁的秘密車站 秘密車站 而且呢他在2019年就開始在蓋了 然後在2021年左右就已經落車了 所以可以說是 搞不好他就是等這個秘密車站落成之後 他才開始進行相關的一個 惡物大戰的一個侵略行動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他在軍事上 就是那個交通上的一個防護措施 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住的地方 據說普丁他在任何的地方 應該有三四個相關的一個地方 他所蓋的住宿的地方都一模一樣 就外觀一模一樣 他裡面的一個裝備也一模一樣 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事實上我現在就是這樣子 那很有趣喔 他說呢你不管是在靠近他的莫斯科 裡面的一個辦公室 或者是在其他遠道黑海啊 聖彼得堡啊 氣所的相關的辦公室 一模一樣 全部都是你現在圖面上看到這個樣子 裡面的那一裝設計也一模一樣 這有什麼好處嗎 但是這個好處就在於 我告訴你 我現在其實在那個 氣所這個地方 但事實上我人是在聖彼得堡 他有一種可以假訊息的方面 然後你以為 對對對他現在人可能在氣所 可能在哪邊 事實上沒有 他其實就在聖彼得堡 變成角度三窟的一個概念 而且我覺得最神秘的是 有人講 普丁有替身 我跟你講 他可能看到金小胖那個相關的替身 他覺得這招很用 他自己真的有替身 但我覺得他替身找得不夠像 這三個長得真的不一樣 他們現在發現 201就是在莫斯科出現 那個左邊就下巴比較長 那個應該真的是普丁 那你旁邊在克里米亞的那個 很明顯就沒有下巴 沒有下巴 跟他長得完全不一樣 這個真的可能真的是替身 在另外右邊的那個 在馬力破這個 人家也懷疑是替身 因為他跟第一個 我想說你怎麼那麼大膽 你改去馬力破是假的 所以現在被人家發現說 真的有可能是假的 那當然官方還是否認這樣的說法 不過不管怎麼樣 現在外傳普丁的身體狀況 是有問題的 他現在應該是說 採取所謂的標靶藥 來治療他的癌症